你们是什么人 为什么挡我们的路 你不需要知道我是什么人 至于为什么挡你的路 那是因为你们手下 有我们想要东西 你说的是什么东西 你应该猜到了 藏宝图给我交出来 你到底是谁 竟敢这么大胆 敢用我们日本人作罪 你看清楚了 记住谁杀了你 你为什么要抢藏宝图 藏宝图是我大清理的东西 不需要落到任何人手里 而我是胜利者 作为胜利者 这里所有的一切 我们都可以拿走 大清会不会亡国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一件事 那就是这些宝藏 是不可能流落到 我们东西的人手里的 那就要看看 你到底有没有本事 把它拿回来 还来进来 你 这是大清的土地 在这片土地上 我们才是主人 你们只是来到我们这里做客而已 做客就做客 又撒泼 又撒野 还抢东西 这就是乱了规矩 乱了规矩可是要付出生命代价的 我们日本人的大清国 根本就不是来做客的 我陈文虎再怎么自私 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家园 一帮强盗给霸占 你们现在就这么猖狂 如果说把家园拱手让给你们 让你们访客为主 那我们以后的日子 是不是活得像奴隶一样 我今天可以不大开杀戒 只要你们两个乖乖地投降 把藏宝图给我交出来 我可以放你们一条生路 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武士 是不可能认输 要么赢 要么死 你们是不可能赢得了我的 所以你们只有死路一条 你看 你最后一名武士也战死了 现在就剩下你了 还不把藏宝图给我交出来 我来大清的时候 答应过老师 一定要把藏宝图里的宝藏带回日本 否则就用手中的武士刀 剖腹自尽 这是我作为一名日本武士 最后的尊严 看来你是没活路可走了 这样是幻想不能Tech 你真的没活路是他 不行 好 樱花姑娘 你真是一位坚强勇敢 又美丽的斗士 可惜你是一个东阳女人 要不然 我一定会为你所迷倒的 既然这样 我今天就不杀你 我给你留下一名武士 最后的尊严 我给你留下一名武士 我给你留下一名武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相信你说的话 什么从洋人手里抢回藏宝图 这都是你编出来的瞎话 你这样的人杀人无数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说不定 这是你和你的主子联合起来 设计的一个阴谋 八连哥说得对 我们绝不能相信这样的人 你们要的藏宝图 就在这里 我没有撒谎 谁知道 这是不是假的 你们可以过来验证 我来看看 这应该是真的藏宝图 洋鬼子争夺这张图 是为了夺取我们的财富 我们现在就把藏宝图毁掉 让他们断了念头 不好了 门口布满了洋鬼子 好像要冲进来 陈文虎 这是不是你故意 把洋鬼子引过来的 现在 我们是一根神上的蚂蚱 别找了 此时大敌当前 我们不要内乱 去门口 看看情况再说 灭住鸭犬 霍原甲这么快又见面了 你为什么要包围这里 我们在追查一个逃犯 陈文虎 有人举报看见他藏在了这里 我来这里抓他 没想到遇见了你们 我们这里没有逃犯 也许逃犯藏进去了 你们没发现的 今天我有权利阻止你 不能闯进我的家门 你坚持不让我们进去搜 让我更加怀疑逃犯就在里面 你们是不是一伙的 这个逃犯犯了什么罪 他犯了大罪 足以让他付出惨重代价 你要是跟他同流合污 你也会受到惩罚 我敬佩你是个英雄 不追究你的责任 你必须得让开 我要是不让呢 来人 给我冲进去 来 我在这里 你们要抓的人是我 我和你们走 成文护 火源家 我不能连累你们了 他们要抓的是我 我跟他们走 好汉做事 好汉当 我绝不允许他们把你带走 虽然你以前做了这么多措施 但只要你从今往后知道悔改 你就还算是我们的同胞 我绝对不会把同胞交给洋人 你不让我带走他也可以 只要把东西交出来 你要的东西根本不属于你们 它属于大清 而且这个土地上的任何一件东西 都不属于你们 你们这分明是强盗行为 你不肯乖乖交出藏宝图 就还没有明白 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 我们强大你们就必须听我们的 你们的东西都属于我们 既然你们说我是强盗 那我只好用抢的了 抢过来 你不肯乱 然后倒不以下 鼻子 墙暇尽 还尽 将写 伕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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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出城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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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明 感谢观看 明明明 感谢观看 明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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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明明明明明明 啊 啊 祝贺你 在你的战绩中又增添了一笔 打赢了他们不值得进攻 我白擂台 是为了挑战真正的高手 可是这到现在还没有一个高手敢来营战 这趟中国之行实在是窝囊 不要着急 慢慢地就会有人来的 八国联军把中国人打怕了 杀义和团也把中国的民间高手杀完了 所以也就没有对手了 明天就有高手和你营战 真的吗 我保证你就做好营战的准备 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好 合作愉快 好 祝你凯旋而归 好 祝你凯旋而归 好 祝你凯旋而归 好 宝贝 你 好 来 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你就算把枪挺在我脑袋上 我也不会害怕 在死亡面前 你毫无据色 是个英雄 我枪逼过很多中国人 他们中有很多也自称是江湖英雄 可是在死亡面前 他们个个都吓得浑身发抖 有人还吓得尿了裤子 跪着求我饶了他们 这些人都是懦夫 死了也不可惜 如果把你也枪毙了 我认为这是一种浪费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听说英雄都很孤独 因为太难遇到真正的敌手 现在有两个孤独的英雄 你何波索 你是中国的英雄 波索是一个俄罗斯大力士 他全世界打擂台 打败过很多国家的高手 有过很多战绩 现在他到中国来 想挑战中国的高手 可惜到现在都没有遇到对手 只要你明天敢应战波索 我就不再追究你的死罪 也不会把你 交给 清政府 怎么样 你愿意接受波索的挑战吗 英雄 非常好 我等着你们精彩的表现 上一次的行动 我本来想邀请护原甲和狗富贵 一起参加革命 没有想到 出现意外 没有意外牺牲 狗富贵不相信护原甲 也不相信革命 所以 上次我就没有浪面 但这一次 我们一定要全力赴 明白 你先出去吧 好 你终于肯面对我了 我一直在等你来找我谈 只要你还能看到谁找你 我就不知道 在怎么面对向鲁 是谁家的疯狗 在这汪汪汪地乱叫 真是欠揍 你是什么人 赏废话 大块头 尽管放马过来 你一直在研究作主 你说是吧 什么人 如果你认awn 又怕 仪 我想 走 好 好 来啊 受死吧 东亚兵符 来啊 我 不好了 洋人的擂台 又有两个人参战 其中一个已经被打死了 另外一个正在激战 看来也是凶多吉少 陈文虎一直没有回来 他会问我 师父 你一定要打败洋鬼子 你是谁 霍元甲 霍元甲 天津城最厉害的高手 金门第一拳也终于出现了 我早就想挑战你了 霍元甲 你终于走上这个擂台 再也没有退路了 打一个死在我手里的高手 就是你 号外 号外 霍元甲决战俄罗斯大力士 独仇之战 正义之战 霍元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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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元甲 夕阳 霍元甲 其阳飞凄人台阵 民族英雄 czym 温未人甲 霍元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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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霍元甲 追欺科 霍元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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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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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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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